异地好难谈 异地真的好难 异地就是 我老竹之前谈过一次 就是怎么了 刷子没 刷子 什么刷子 刷子有啊 你找找 自日其利吧 好 好 就你感觉 好像 我又没有享受到什么权利 但我要履行 很多义务 对 是 你谈异地链 你就委屈 嗯 后面会变得有点 而且容易产生猜忌嘛 对 是吧 对 你干嘛去了 对啊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对 异地链不是 大家都说是跟手机谈恋爱吗 我这眼就 因为我这眼谈就是 异地链 对 那时候我对象在 在美国 我在国内 也很 我俩12 12小时时差呀 哎呦 天天 就本来感觉很好 我回来的 我回国的时候就哭得很惨的 完了回来之后 就开始吵架 因为猜忌 对 他就很 他就觉得你在干嘛 嗯 你为什么跟这群人在一起 就他一定要知道我时时刻刻我都得接电话我在干什么 然后加上那个时间 吃茶你又得到 对 然后因为他也很没有安全感 我们俩共同醒着的时间其实很有限 嗯 然后他就 后来我们就 和平 就分开了 分开了 但你能 你是能接受相亲的吗 其实我嘴上说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接受不了相亲 我可以 你可以啊 我觉得相亲这件事很有意思 马上给你安排 真的假的 你现在都去给我安排 我现在看着你给我安排 喂 妈 哈哈哈 真的我就觉得有人给我介绍相亲 我也能挺愿意去 就挺有意思的 这个事 我没有尝试过 我想尝试一次 我没有尝试过 看个电影 对 因为我身边有 我知道的相亲 我见过的相亲 都是 咱们认识先聊一聊 没有 我没见过 我只在电影电视剧里面 看到过 上来就是提房子车子的钱的 嗯 就我听说过 所有这样对象都是 两个人认识了 然后没事吃个饭 看个处一处 不行就拉倒 嗯 但是我就没有见过那种极端案例 大城市多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 可能 是吗 对 还是我们小城市 我们小城市没有那种 我也是 都是谁家孩子玩了 一起亲历心息的聊聊天